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看他那个原文 最近一段时间世界很多国家的新冠疫情出现了急剧反弹 新增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大幅攀升 美国经县一天新增十万确诊病例 全球过去四周内新增确诊病例接近四百万 以至于世界卫生组织惊呼疫情近乎失控 是什么原因导致世界抗疫形势全线告急 将疫情反弹的责任推给病毒变异是甩锅 这个是他的一个标题 笔者认为主要是英美等国为显示统治力和影响力 你看这说话的这个角度就是很政治嘛 很政治化 不过人民健康安危 盲目解除或放松了对疫情的管控措施 单纯依靠疫苗接种的抗疫模式 追求所谓的与病毒共存 导致疫情的再次氛烂 你看 其实这次这个Delta病毒其实是主要出现在印度的 对吧 对 因为这个病毒传播力太强 然后而且传播全球范围的传播 主要原因是那个疫苗攻不上 对吧 按理来说这个变种最多的应该出现在美国呀 因为美国那个病毒数最多嘛 就是病例数最多嘛 但是没有出现在美国 是恰恰证明的这个打疫苗是有效的嘛 而且那个从那个美国那个数据来说 他打完疫苗之后 他那个曲线就明显下降嘛 对啊 这一波起来又是因为那个Delta病毒的出现 对吧 Delta病毒是怎么出现 是在那个印度 印度不是四五月份的时候 五月特别五月份的时候 不是那个病例数超级多嘛 对吧 你传播多了 病毒复制就是那个变异就多了嘛 变异多了它就会形成一种 可能会出现一种很 很传播力很强的病毒 就是Delta病毒嘛 然后这一次这个相当于是Delta这个病毒 又从印度传向了全世界 包括中国的 南京那个也是Delta病毒嘛 然后你这变异之后 英美国家这疫苗就对这个变异的病毒 就没有那么有效 对吧 如果你不及时的话 比如说不及时供应疫苗的话 这种还会反复出现的 对吧 比如说你现在 你如果针对Delta有了疫苗 然后你可能现在是一些 少量的国家打 打完你还没打到其他国家 比如说像印度像中国 它可能这种Delta病毒 又会演变成其他传播力更强的病毒 对吧 然后你就来回反复了嘛 然后你新研发的这个疫苗 就相当于是疫苗研发一直和这个变异 和病毒变异在做 做斗争嘛 所以我个人觉得最有效的就是 大量的要快速 大量的要生产疫苗 然后给世界各国都用 不光是这些发达国家 当然了 对吧 这样的话 你其他国家的那个变异就能阻断嘛 传播就能阻断 但是你看 你看它是直接否定 那个是靠疫苗 其实数据 实际情况是证明 疫苗接种的这种抗疫模式是可行的 对吧 美国我们在说 美国出现这次反扑是因为德尔塔 德尔塔是从印度传过来的 印度如果像美国一样 及早有那么多疫苗打的话 它也不会 然后他说 这是英美等国政治制度缺陷 导致的防疫决策失误 也是推成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必然结果 在英美等国与病毒共产的诱导下 不少发展国家也放送了疫情管控 这是全球多个地区出现了第二波和第三波疫情 你看这个就是 就非常政治化 对 非常政治化 然后他就是在批国外政治制度导致的 还在诱导下 国外的什么政治制度 国外的政治制度就是比较尊重个人 对吧 他的确有他缺险 我们说过嘛 就是在这种很特殊的这种疫情的时候 比较他尊重个人 比如说他尊重你 你要不要检测 你的自己的意愿 对 你的意愿 你要不要检测 你要不要打疫苗 都好像是个人的决定 对吧 没有说是强制你 我觉得有好处有坏处 有坏处是特别在疫情的时候 的确如果有些人他受到一些其他信息的诱导 或者是影响 他认为那个疫苗对他身体有害 他可能就不去打 对 这就会影响到其他人 但是整体来说 他是打的人还是最多的 很多嘛 对吧 所以他做到了那个抗疫和尊重个人价值的一个平衡 我个人觉得 你动不动 你不能动不动 就把所有人都拉过去捅鼻子 你领导当然不捅鼻子了 你想象过那些普通老百姓吗 你一个城市那么几百万人 然后你动不动就是全员谁机 对吧 捅一次还不行 还要捅好几次 你考虑过下面那些人的感受吗 所以他就站在一个高官 而且你看这是很政治化 面对全球疫情的严重反弹 英美等国的专家学者 从来没有从政治的防控 政府的防控政策上找原因 却中口一词将责任推到病毒变异上 声称Delta变异毒株的传播能力特别强 传播速度特别快 发病时间特别短 恢复时间特别长 是全球疫情严重反弹的罪魁祸首 美国的媒体声称Delta变异毒株改变了世界抗疫战争 对于国际舆议界的这种一口同声 比这表示高度质疑 尽管病毒变异给疫情防控带来了很大困难 但决定疫情变化趋势的永远是人 人类对病毒策略正确 人类应对病毒策略正确 再强大的病毒也能战胜 人类应对病毒策略失误 再弱小的病毒也会蔓延 以错误的抗疫策略 应对强大的Delta病毒 其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 将疫情反弹的责任推给病毒变异的观点 实际上掩盖了政府抗疫失策的责任 是一种新型的甩锅和卸责 你看他只是一味的强调说是否定 但是他没有用一个逻辑来推 我们刚才说了就是 我之前是有数据说话的 Delta反扑的一个原因 他说是那些西方国家的防疫策略 西方的防疫策略我们不刚说了吗 一直都没有变 其实拜登政府特别是美国 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是蛮积极的防疫策略 甚至有点偏向国内那种感觉 川普的时候的确 他是有点放任自流的感觉 但是他也是在做事情 对吧也并不明说是就是不管 尤其拜登上来之后就大力的推动这个疫苗接种 他事实证明是有效的 只不过这次反扑是 是这个病毒在印度 在其他地区没打疫苗的地区形成了一个变异 然后这个变异然后反过来又传到了其他国家 对啊 就是现在我们打这个疫苗对那个病毒不是特别有效 对啊 对啊 你不能一直就是说怎么说就是那种所谓清零就是你要动不动去出现之后 你就拉人过去做了个病 我们之前说过中国的那个防疫策略是什么 就是大规模的筛减 对啊大规模筛减 因为他因为他这是他能选择的 因为他的疫苗没那么有效啊 对吧 然后再加上他的很多 他的医护人民很多可以当牛当马 对啊 你像美国 对啊 再加上更重要的是民众啊 民众所谓的配合 我不知道那种配合是什么配合就是让你去检测你就去检测 让你检测几次你就检测几次 这在欧美肯定是很难想象的 对吧 对 在在中国很容易啊 因为民众都很听话嘛 对吧 所谓听话嘛 然后我们来下面来看啊 必须坚持严格防控 打消与病毒共产的想法 他现在提出了就是他否定了那个 上文宏的说法 对就是 没有他否定了现在是西方用这种疫苗的防疫方式 然后他提出了他的就是说必须严格防控 恋人诧异的是我们一些专家也讲 也大讲 Delta毒株的惊人威力 建议国家考虑与病毒 长期共存的策略 学会与病毒共存 专家们的意见 既宣扬Delta病毒的严重威胁 又主张与病毒长期共存 岂不是矛盾吗 矛盾吗 就是刚才那个张文宏的观点 张文宏的观点是 他像长期共存意思是 他说等到他的那个致死率已经跟那个平常的那种 对跟流感差不多的时候 流感差不多的时候就可以 对和病毒长期共存 人类与病毒是什么关系 比较认为是有你无我 你死我活的关系 你看人类生存繁衍的历史 从一定意义上讲 也是一部与病毒拼死相争的历史 不是人类消灭病毒 就是人类被病毒吞噬 从来没有人类与病毒长期共存 旧的病毒消灭了 新的病毒还可能出现 但是人类的目标始终是消灭病毒 而不是与病毒共存 卧榻之策 取容病魔含水 这人的思想还有他的说话都好激进 对很激进 就是说必须把病 但是实际上的话 如果聊起历史的话 的确有些病毒是跟那个人类共存的 对吧 尤其是一些感冒病毒 为什么每年都接种流感 因为它变异样 对它变异样 然后比如说那个乙肝病毒 乙肝病毒中国有那么多人 有多少亿 上亿人口的那个乙肝病毒携带着 因为它没有就是说 对致死率那么高 它是一个慢性发展的过程 所以很多人可能在 它年迈的时候 它可能即将生命结束的时候 它那个乙肝才严重的嘛 所以也是相当于是一种共存 所以它这个是 它没有证据 就是在这里 就是喊口号式的那种说法 我们知道 人类最终战成病毒 需要依靠能够杀死病毒的药物 但在此之前 人类也不是束手无策地与病毒共存 而是通过严格的隔离防控措施 以最快的速度切断病毒的传播链 把病毒封锁在最小的范围内 自消自灭 这是人类消灭病毒的一种有效方式 也是人类抗疫之胜的一个法宝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我国用这种方法 用这个方法迅速控制了疫情 并多次实现了本土疫情的零感染 尽管境外病毒输入也曾经导致局部地区出现散发病例 但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流行蔓延 只要我们在外防输入方面 补短板 堵漏洞 强弱项 坚决遇病毒与国门之外 就一定能够将病毒消灭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文革时候的这些用词就出来了 他意思是在表扬中国那种防疫政策的所谓成功 但是之前所谓清零什么的 它是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对吧 然后有些专家认为 英美等国与病毒共存的抗疫方式是开放性的 我国以隔离控制为主的抗疫方式是封闭性的 在欧美国家通过广泛接种疫苗实现了群体免疫之后 我国的对外开放可能会陷入被动 主张学会与病毒共存 实现与世界的正常互通 比者认为中国与世界的互通 必须是健康的互通 安全的互通 符合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互通 而不是盲目的互通 而不是不计后果的互通 当前我国能否与世界实现正常互通 并不在于国内疫情控制 而在于国际疫情形势 在国际疫情严重反弹的情况下 我国必须坚持对入境人员实施 严格的监测隔离等防控处施 这不是切断与世界的联系 而是对人民健康和国家安全 高度负责的表现 你看 他这个文章就充满了各种 就很政治化 不仅不能放松 还要进一步补短板 补漏洞 强弱项 然后有些专家认为 最近南间爆发的疫情 迅速扩展到多个省份 暴露出一些地方 疫情管控存在的重大漏洞和失误 应当深刻反思继续教训 全面排查 落实整改 笔者表示完全赞同 我国的抗疫策略 是精准疫情管控和 与广泛接种疫苗 并行不备的双保险策略 而不是用疫苗群体免疫 代替疫情严格 更不是与病毒共存 南京疫情的惨痛教训 告诉我们 在广泛接种疫苗的情况下 中央提出的常态化疫情管控 仍然是我国抗疫斗争必须遵循的重要指导方针 我们不仅不能放松疫情管控 还要进一步堵短板堵漏洞强弱项 坚持不懈的做好疫情监测预警 这不是与病毒长期共存 而是为消灭病毒而长期斗争 与病毒共存可行不可行 逼者认为绝不可行 英美等国的与病毒共存 已经给全球的抗疫形式带来了严重后果 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 只要疫情仍在国际上广泛流行 我国严防境外病例输入的方针就不能变 坚决切断疫情传播链的策略就不能变 早发现早控制的目标就不能变 至于我国何时开放国门 如何开放国门 应当根据国际疫情控制的实际情况 从维护国家和人民整体利益出发 适时做出安排 在严防境外输入同时 各地既要尽快控制疫情的传播 也应当根据实际情况 适时转换抗疫工作节奏 适时调整抗疫工作措施 适时恢复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 这就是整篇文章 这个发出来之后 就相当于是两个观点 现在在争论 我们再看一下胡锡进对这个的一个评论 老胡对这个评论 老胡个人觉得 舆论场应当允许张文宏医生 就抗疫方法表达看法 而且他说与病毒共存 我没有读出他主张放弃动态清零努力的意思 感觉他说的共存是病毒反复出现的现实 一些网友可能理解成了他的意思 可以对新出现的病毒和疫情加以放任 据我了解 动态清零是中国主流专家的共识 大家探讨的是如何降低动态清零的成本 实现抗疫的最佳综合效益 中国没有专家认为 美英的做法值得我们仿效 然后一些网友批评张文宏使用的语言比较尖锐 这已经成为当前互联网的现象 事实上同样很难阻止那些反对张文宏的发言 重要的是社会能够消化一些网民 有时超出正常讨论的激烈语言 避免一种整体上的敏感 好像有人批评了张文宏就怎么样了 他的学术微信就有个打折扣 我觉得张文宏说的话并不是很激进啊 反而是另外那个前卫生部部长说话特别的激进 然后 对这个我们简单聊一下的话 就是上面这个前卫生部部长 明显说话的方式就是在政治嘛 你看他那个相当于是在贬低西方的这种抗疫 因为那个张文宏的策略有点支持西方 有点支持西方那种策略嘛 然后他就在挺中国的嘛 这明显的嘛 因为他是个官员嘛 他代不代表那个上层那些人 这个就很难讲了 上面的策略应该就是 按照现在各地内容应该都是 它其实是这样子的 我感觉就像发展那个GDP一样 现在各地对那个 比如说省一级那些官员的要求 应该就是这个防疫是很敏感的事情 就比如说你这个 如果这个地方出现了这个防疫策略 我觉得这不是比如说中央制定的某一个策略 中央显然就是对各个省的要求 就是说你这些地方不能出现病例 否则的话你就丢官了 对吧 所以在这种 这显然的嘛 那些官员肯定都知道嘛 即就上面不说 下面都肯定知道嘛 所以他放到下面就会被放大嘛 下面就会 就像那个大跃进一样嘛 下面就会 因为他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嘛 所以他要保证他这个地方要 基本上不能出现病例 对吧 然后他要做的时候 一旦出现病例之后 他就要把它赶紧消灭掉 因为如果出现病例 病例扩大之后 成为舆论之后 成为新闻之后 他这边就可能 他乌纱帽可能就不保 我觉得这些官员的自发性的一种选择 你在中国这种体制下 你就是像美国那种方式 他也不可能做到就是 很开放那种 他不会像那个 比如说像佛罗里达 像那个美国南方一些州 就是那么放开 对吧 因为他一旦这个病情恶化 他直接影响了他的官位啊 所以他出现病毒之后 他就他就不惜一些代价 什么全员筛减啊 就哪怕那个 那个医护人员饿晕呢 他都他都要 对吧 这个就是然后隔离啊 这种很激进的任务 我觉得这是这种政治体制自然的结果 然后他的优点就是 他的确如果这个 如果他发现其实比较及时 比较早的话 他的确能够 在短时间内 因为他可以做到短时间内 大规模筛减嘛 他的确能够 好像这个地方短时能清减 比如说前段时间的广东那个地方 对吧 他经过一两个月之后 他的确好像是没有了 就比较少了 但是他这种事会漏洞 南京这个不就是漏洞吗 对啊 总是防疫会有疲惫的嘛 之前消毒 你看消毒 对啊 现在飞降消毒没那么好了 对啊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他这个疫苗不行嘛 对吧 很多人认为 所以他不要吹他的疫苗 他应该实际告诉我 民众这个疫苗不行 他吹的这个疫苗很厉害 然后都打了之后 那现在就放松警惕了 对啊 我们知道南京路口 那个保洁员 他是打了疫苗的 对吧 他可能就放松警惕了 结果 你这不就破口吗 对啊 说明前卫生部长 他这个话也是 自己本国产的疫苗 没有信心 对啊 他只能这么做嘛 对吧 如果他有 如果他那个疫苗很厉害 他也不会 再加上 你试想一下 如果中国那个疫苗 能打90%多 再加上他这积极的防控 我觉得中国基本上 你可以想象美国 如果美国加上他的 美国有他的疫苗 加上类似于中国那种 就是动不动就 大公模筛检啊 检测啊这种 他也不会有太多病例 对吧 对吧 问题这种积极防控 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外面的人都 都放开了 对啊 不是对啊 你就是不是 不可能长久 你动不动 你发现一个地方 发现你就是 整个城市的人 所有人都要全员检测 对啊 对吧 终究还是跟其他国家 有来往的嘛 对啊 然后你把你国门堵住 然后其他人也进不来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 网络上对这两个 两种观点的这种 辩论 有点感觉就是 因为这个是 为什么成为一个 舆论事件 就是网友有点把 这个张文宏这个意见 就批判 大家网友批判 张文宏不较多 是不是 对 然后后来 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又有人批判了 那个官员 就是有人就典型的 发现就是说 一个观点就是 市民的观点 一个观点就是 高官的观点 高官当然不用去捅鼻子了 对吧 不用捅咽喉了 下面捅咽喉 捅鼻子的 都是下面的人啊 对吧 那些医护人员 对吧 不光是被捅了 现在就是 很多地方 他不是被封锁了吗 被封锁了以后 因为国内他实行 你有一个健康码 如果你是安全的地方 你就是绿码 如果你是危险的 被封锁的地方 你就是红码 红码你都不可以 出小区门 然后我最近看的 一个新闻是 它是什么地方呢 反正是 他们之前是红码 然后第二天就变成 应该是要变成绿码的 但是那绿码没有变成功 然后那些人 都没有办法出去工作 然后就在门口在那儿 哭喊说 我们家一家 多几口要吃饭 你不让我出去工作 我没有饭吃 对啊 高官高高在上 他没有考虑到 那些老百姓 我听到的一个人 就是他跑网约车的 或者是 就滴滴那种 然后他那天 刚好在外边 结果他整个小区给封了 他整个小区封了 他就给他老婆说 他说 我就不回去了 然后我这几天 就在那个 没封锁的地方 每天是睡在车里的 因为他如果不跑 他如果不跑老板车的话 没有收入了 更何况 这还是刚好 那个滴滴在外面 那如果一家 都刚好在里面呢 对啊 也不知道 所以这就是 他整个这个策略的 很大的问题 他没考虑到 所以他整个 他是为了国家利 你没发现 他很少能考虑到 底层老百姓的这种 他如果把别人封了 应该一天给人家 一些补贴才对 对啊 你应该 起码你每天 发多少钱 然后你能照顾 你向美国 发了好几 好几轮钱了 对吧 应该考虑到 底下那个 老百姓的生活 所以这个就是 典型的那个 这些高官高高在上 他根本就不知道 底层的疾苦 对啊 他还觉得 我觉得是跑偏 哪一个都是 都是有问题的 我觉得你需要 还是那个 你要去平衡的 对吧 我们要想到 就解决问题的 根本方法 你说 你一直说清零的话 那你就一直 就把国门锁着呗 那个高官的意思 就是说 必须把这个病毒消灭掉 他需要消灭 那得联合全世界 一起闭关锁国呗 然后这才能消灭 消灭的 对啊 现在目前情况 我个人推断 这个 我估计纠缠了几年 都有可能 就类似于这种 DOTA这种模式 比如说你现在 因为你疫苗研发的 那个 他说是要药物 药物是这个人 已经感染了 你像你这种 你要阻断他传播 所以你要用疫苗 对吧 你传染病 你要用药物 你都感染了 你用药物 有什么意义 对吧 他已经传染那么多人了 我觉得传染病 最主要的是靠疫苗 对吧 疫苗打了之后 他是阻断传播嘛 对啊 然后 问题是这个疫苗研发 他跟不上 这个病毒 那个变异的速度 对啊 病毒 病毒为什么变异这么快 就是因为感染太多了 对啊 就是传播的 那个次数太快了 对吧 传播次数太快 你就会发生变异 变异之后 有些病毒 有些变异 那个毒株 它就更容易生存 对吧 它就形成一个新的了 对啊 现在不止有 有那个什么 DOTA 还有什么BETA 还有什么那个 还有那个 LAMDA之类的 都出来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感觉 这个东西是很难搞的 好的 那我们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 拜拜 拜拜